那些年校园里的神仙学霸 明天我们八人将选取一位成绩最好的同学 代表我们学校去市里面参加数学竞赛 这还用选吗 那成绩最好的肯定非我魔属啊 小平你确定吗 这次数学竞赛可是世纪比赛 我管他什么比赛 有我在 那冠军他就得选项 小平你先拔嘴壁上 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一下 老师我推荐那位新同学 我也推荐 那位新同学你参加过数学竞赛吗 哦我 老师他来这班上都睡三四天了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不存在呢 老师我可以参加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 让我和那粉毛来一场友谊赛 赢的人去参赛 输的人扫一个月厕所 可以比赛第一友谊最后嘛 小平你同意吗 来就来谁怕谁 到时候别在厕所里嗑乌哭 那来吧一张这样的实道题 最先大完整获胜 三二一开始 就这些题还想难道我 那一个月厕所你扫进了 同学那粉毛都开始答题了 你咋还不着急啊 我先玩玩手机让他俩小时 免得一会儿他说我玩来 那你俩别玩了 我看那粉毛都快打完了 没事最后一题他做不出来 啊 终于要赢了 就差最后 老师我答完了 那那新来的 这最后一题肯定是你瞎编的 这这么长 怎么这怎么可能有人做得出来 确实 你是做不出来 因为这最后一题 就是上次全国高等数学竞赛 总决赛的最后一题 全国只有一个人解除了答案 同学 这次数学竞赛有你在 我们 不就赢我这一回吗 下回数学竞赛 我下次数学竞赛也是他去 你早两个设计 say something